本节目由 纸牌屋 Porto Store赞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线名 可以到Porto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线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这一个 由龙羊的电BUS 那这副的主要打手都是一些 一张奖利卡的小轮牌 很怀念以前打月必散的我 决定这一弹就来组一下这个电信的小轮牌啦 首先我们来介绍它的宝可梦 总共有 4张的蜜莉羊 蜜莉羊选用的是这个 血样70的版本 主要会选用它这个70是因为 现在满大一块的主流是 连组到雄狮 它可以用一斗就可以在FORCE 打出 角兔三窟 那如果我们选用60的话 会因为落到的关系 直接被它收掉一张 不管是在我们掉奖利卡 或者在 下一回的进程上面 都是相当的吃亏 所以这边是选用血量70的版本 虽然它的测量不用两费 不过我们进化上去的测量 一样是两费 所以这边是还好 再来是我们适当的 龙龙羊 龙龙羊它这个特性 跟以前的乌贼王一样 一回是可以从气牌区 填一个电能量 到我们备在的宝可梦身上 搭配气球跟血量换位 就可以一回多填一颗能量 再来的主打手是这个 捷克罗姆 它血量130 第一招两无打30 如果真的不幸 填不到这怎么样的话 可以用一下 第二招两电一无打130 然后这只宝可梦收到60点 伤害对方战斗宝可梦麻痹 这招如果在一些策略费用都是0 或者是宝可梦交地方比较少 都是放气球的一些牌型 相当的有效 不过要注意的是 对方如果还没进化成BMS 先用B的状态跟我们换的话 它可能先不要这么快推出去 因为对方进化上去就可以解掉麻痹了 会受到60点伤害 虽然会让它的血量减到70 不过其实130血量也算大部分盘行 很快就碾压过去的啦 就是一个以小博大的感觉 那再来我们放到两张的这个闪电鸟 它第一招的左砖是一无打20 主要来打它的第二招 主要来打它的第二招 两电一无的狙击雷电 它可以让对方场上的宝可梦 B或GX受到160点伤害 那如果我们是打到被战宝可梦的话 你可以加望远镜来到190 算是一个后期或者是前期造成伤害的一个手段 然后还有放到一张这个 雷吉艾乐旗 第一招一样一电打20 然后再来是两电一无打120 然后两只被战宝可梦受到40点伤害 这一招可以打一些血量比较小的小人排行 让它被战两只受到40点伤害 本身也可以打出120的伤害不算弱 不过使用率没有到杰克鲁莫来的那么高 所以是只放到一张而已 虽然它的车队费用我是有点存疑啦 因为这只宝可梦在原作里面 是版本速度最快的一只宝可梦 照一讲它车队费用应该会是零费才对 嗯... 那么再来放到一些其他的打手 有这张卡普里面B 一电打20的后杀抽出 除了在后手可以打20外 还可以在卡牌时候可以抽出两张牌 再来是2.5可以打200 我们可能先打130 进化成BMS的话 鞋量会来到320上下嘛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200加上130 来到330的伤害 准确的击杀掉BMS 不过这一张尽量是我们要一次收掉两张奖励卡的时候 才派出来 不然可能会造成奖励卡突然落后的情况 那么也有人会选择 丘龙炮虫 它可以用第一招去锁对方的物品卡 不过丘龙炮虫跟它最大不一样的一方是 丘龙炮虫的策略费用是3费 卡布里面则是不用策略费用的 所以我这边是选择比较灵活的卡布里面B 那么 再来是这一个 恰雷伊姆 很多人觉得说它是连级专属 主要是用它的瑜伽闭环 两格物可以使用 在对方的一只宝可弄身上 放置两个伤害指示物 那如果因为这个招式让对方弃拳的话 会直接跳过这首回合 再直接进行我方的回合一次 使对方连牌都不能抽 什么事都不能做 直接我方来抽牌 也算是一个敢讲逆塔的进度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部牌会有很多 可以打备在160或是40的一些伤害 然后也有像这招麻痹的技能 麻痹的话 通常对方如果要解掉是用宝可梦交替 那要么他那只受到伤害的宝可梦 是先放在后面 然后推另外一只养好的出来 这时候对方后面的残血 可能就有机会搭配到我们这个恰雷物 然后只有20当然是不够的 所以这边还放到一张蛇文雄 跟一张梦幻 蛇文雄的特性可以放到一只伤害指示物 那如果我们还有使用到回收王的话 加上闪电鸟 其实蛮容易进到我们恰雷物的血线内 梦幻除了他的招式精神力量 可以去点后面的备战宝可梦以外 他的特性也可以防止一些打备战的宝可梦 例如我们这部牌最大的敌人 连基督道雄师 所以梦幻还是要放 还有放到两张绿牌的东东鼠 JS 东东鼠在这部牌算是相当的火用 那除了可以把电人绿掉气牌去以外 也可以用我们的招式批啪回旋 JS打50 然后对方马币 这只龙鼠跟他身上附加的卡片 回到手牌 一方面我们可以让场上少一只 奖尼卡两张的宝可梦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让对手马币 那不要想看这50 如果像我们打VMX 来不及叫出卡布米尼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用50加160加130 打到343也是大部分VMX的血量了 那这边就是我们这一副的宝可梦构成啦 接着是我们物品卡的部分 我们放到了4张的仙击球 放好放完没有什么话说 还有两张的等级球 跟两张宝可梦通信 虽然等级球是一个非常好铺场的手段 不过因为我们这部牌的打手 大部分都是血量90以上的 所以这边还是放到两张而已 另外两张只是通信 如果你悬太少的话 也是可以放到32啦 换位的部分有这个 三张的回收网 还有两张的气球 这边比较大胆是没有放到宝可梦的脚体 主要是我们回收网啊 可以回收像是手蚊熊 或者是我们蜜力量用过特性 然后场上另外一支上个朋友间 先下下来的蜜蜜蜜的话 你可以用回收网就是一次运回合 多填两个 还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用在杰克罗姆身上 让他身上的血量重置 推出其他测退零费的宝可梦 因为我们能量掉到七百七关七 再次使用我们的蜜蜜特性来填能 再来我们道具还有放到一张望远镜 跟一张尖嫩斗篷 望远镜就是刚才前面提到 我们可以搭配闪电鸟 或者是雷吉艾勒奇 主要是闪电鸟啦 这个三十算是蛮重要的 诶 尖嫩斗篷在这个牌 我觉得算是一定要放的 第一个是我们的卡布比明V 它是基础的 这个没有限V不能装 或者是恰蕾目 避免我们前期如果是卡开局的话 不小心被对方收太快的局面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确定对方是 可能有放到千铃必翼 跟恰蕾目的连击牌型啊 我们可以使用这张贴在梦幻身上 打坏对手拿奖励卡节奏 所以我觉得这张是相当棒的 也有人放到封帽 不过因为我这部牌有放到 卡布比明跟恰蕾目V 所以我还是选择这张尖嫩斗篷 还有两张的重置印章 这副因为是小人牌 所以印章我直接给它塞到二 没问题 还有一张的普通吊杆 在后期因为我们可能 都会重复使用 加上一些快速丢牌的话 其实我们牌库蛮高级的会被抽干 所以这边放到一张普通吊杆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物品卡 接着换到支援者 最基本的是我们四张的博士研究 然后三张马力 两张老大 对 非常简单 我这部牌就只放到这样子 再來我们竞技场是放到这一个 暴风与山脉 那以后一次可以从牌库 检索一张电系或者是龙系的宝可梦放到备战区 那不管在我们前期的铺场想要铺出灭力 或者是我们后期找打手啊 都可以运用到这张暴风与山脉 不过如果你遇到类似的牌型 可能有放龙系或者是电系的宝可梦 这样的使用上就要稍微斟酌实际一下 最后能量的部分啊 我们放到三张的高速电能量 以及八张的基本电能量 玩家如果想改的话 也可以把一个高速电能量改成 你九颗的基本电能量 因为我是有遇过这次前期 怎么抽都抽不到基本电能的情况啦 有些这部牌的牌型会把它阻力属性多远一点 这个就会改成极光能量 然后它的一些打手可能就会换成 九尾B啊 爱管师V等这些 是一个自己属性能量 加两个无能量的宝可梦身上 那我这边则是比较纯一点 是全部都放这个高速电能量的 那这边就是这部牌的全部的构成啦 我觉得算是蛮简单的啦 然后打起来真的蛮爽 我这些好像都很喜欢我的小人牌 那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这边告一段落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请记得把我按赞订阅并分享出去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